我当了许孟雅五年的情人,今天他让我滚出他的家,还要让我的孩子认别人爸爸,因为他一直深爱的男人回国了,甚至他还想杀了我。 为了夺回我的孩子,报复这个渣女,我展开了我的复仇。 一辆豪车停在门口,我躬身打开车门,容貌艳丽的女人抱着一个小男孩走下了车,你他妈往哪看呢? 随后下来的一个男人,突然重重地往我肚子上踹了一脚,我猎切着抬头,漠然地看了他一眼,他又给了我一耳光。 怎么?不服?你就是我家一个臭宝啊,不服就滚蛋。 女人和随后下来的一对中年夫妇都见怪不怪,没有阻拦。 直到女人怀里的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舅舅,你别打叔叔了,他会疼的。 女人才冷淡地开口,哥,你吓着安安了。 我叫肖阳,面前对我无动于衷的是和我纠缠了五年的女人,徐梦雅。 甚至她怀里抱着的也是我的儿子。 可是,我和她领了证,却不是夫妻,孩子也不能叫我爸爸。 我只是她的一个情人。 晚上,我给她洗脚时,她突然用湿淋淋的脚趾碰我脸上红肿的巴掌印,力道有点重。 肖阳,别怪我哥,她就是下手没亲没中的,我不会让她赶走你的。 我垂着眼,没有回应。 刚要起身的时候,她突然拉住我的衬衫,支起身子,在我耳边灼热地吹起。 今晚别走了,你不想要我吗? 我眼中带着倦带,可是她直接吻上了我的唇,将我按倒在床上。 用手指描摸着我的眉眼,眼神朦胧,肖阳,一直爱我好不好。 一夜荒唐,我在天没亮的时候就起身离开这里。 看着她精致的睡颜,我却陷入了那些变得模糊的遥远的回忆中。 我和许孟雅都是孤儿,来自同一个福利院。 她长得好看,却性格软弱,因此一直被其他人欺负得很惨。 直到某一天,我出手救了她,把那群欺负她的人揍了个遍,但我同样也被打得很惨。 可是看着她哭得手足无措,我还是摸了摸她的头,别怕,以后我保护你。 因为这个承诺,我代替她,成了其他孩子的霸凌对象。 我保护她,一直到八岁,可是她却抢走了我的领养资格。 许家是有名的富商,只是孩子早要后,只一直没能再次怀孕,所以想要领养一个孩子。 当他们来到福利院时,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当我把捡起来的一个钱包递给其中的女人时,她突然和蔼地拍了拍我的头顶。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萧阳。 晚上的时候,当我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徐孟雅突然抱住我哭着说,萧阳,我舍不得你,你不要丢下我。 你要是走了,我会被他们欺负死的。 我把她当成妹妹来疼爱,摸摸她的头,安慰她,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我决定向许氏夫妇请求,请她们再多收养一个女孩。 如果她们拒绝,那我会放弃领养资格,留下来陪着徐孟雅。 然而,第二天,被许家带走的是一个女孩子,是许孟雅。 直到离开,她都没有回头看我,仿佛从来不认输我。 后来院长告诉我,许孟雅在许家父母前来领养我时候,面前突然哭着,跑进办公室。 说我欺负她,殴打她,还露出了自己身上的伤口,作为证据。 最后,领养的人变成了她。 两年后,她突然回来福利院,衣着精致,像个富家千金。 她给我带了很多礼物,笑着说,肖阳,我还会来看你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带你离开。 当初为什么要撒谎? 我冷淡地开口。 你在说什么啊? 她脸色微变,却突然落泪,柔弱委屈地开口。 我是个女孩子,我要是自己留在这里,会被欺负的。 肖阳,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沉默地低着头,却无法怪她。 我是真的把她当妹妹一样爱护。 自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靠着好心人的资助和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国内最好的景校,前途一片光明。 甚至交往了我的初恋,被隔壁医学院称为校花的李出勤。 她容颜轻力,性格温柔。 然而多年未见的许孟雅,却突然开着豪车来到我的大学门口。 她走到我和李出勤的面前,哭着说。 肖阳,你去哪里了? 我一直都在找你。 你不要我了吗? 李出勤握紧了我的胳膊,她向来温柔和善。 此时却发了怒,淋漓地问着眼前的女人。 你是谁? 肖阳是我的男朋友,请你自重。 许孟雅对着李出勤立马换了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屑又极恨地对着她说。 我是肖阳一直喜欢的人,我们从小就认识。 你算什么? 啪!李出勤突然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带着怒气和心疼开口。 你就是那个许孟雅吧? 忘恩负义,抢了肖阳领养资格的女人。 你知不知道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她把你当妹妹? 你呢? 你过好日子,当富家千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 她不爱你了,请你立刻滚! 李出勤此时挡在我的身前, 平日李柔和温雅的她,此时却为了我而发火,痛骂别人。 我拉着她的手,将她拉入怀里。 此时李出勤突然垫脚亲吻我,向许孟雅宣誓她的所有权。 周末正在兼职的我,突然接到许孟雅的电话。 她说,如果我十分钟不去找她,她就自杀。 十五分钟后,许孟雅发了一张照片,手腕上一道血痕。 我握紧手机,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之间,不是早已经没关系了吗? 她突然又发了一张照片,里面是李出勤的侧影。 她正和好朋友在交谈,脸上带着甜静的笑容。 我心中慌乱。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来了就知道了,不然我可保证不了我会对她做什么。 随后她挂断电话。 此时,她靠坐在皮质沙发里,手里摇晃着酒杯,抬起头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肖养,我们能好好谈谈吗? 别动李出勤。 许孟雅没回答,只是自顾自地解释着,我没去找你。 只是因为家里人看管的言,现在我自由了,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摇了摇头,我不喜欢你。 她将酒扫到地上,红桌眼问我,小时候,你说过会保护我。 现在不做数了事吗? 许孟雅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当初是她先背弃了我。 她低着头,指着桌子上的酒,喝光榻,你就可以走了。 我不想和她玩这种幼稚的把戏,想要转身离开,我自己会保护好李出勤。 她却让自己的保镖突然动手,我在学校里一直是搏击课的好手,并不惧怕他们。 然而,在我与几人缠斗的时候,许孟雅将一瓶酒摔在我的头上。 我亮腔着倒地,辛辣苦涩的酒液被灌进喉咙,而她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第二天,头痛欲裂地醒来后,我离开这里,刚走到学校门口。 众目睽睽之下,我被戴上手铐,压上警车。 有人控告我犯罪,所以被警方依法逮捕。 那一天,我成了学校最大的丑闻。 证据却凿,我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许孟雅作为受害人,眼中寒泪,嘴唇却掀起,对着我露出笑意。 李出勤哭着对我说,她会等我,她相信我是清白的,她会替我上诉。 我避开她的目光,冷漠地开口。 我们分手吧,是我做的。 她突然沉默下来,流着泪重重地甩了我一个耳光。 萧阳,我恨你。 两年后,我因表现良好,提前减刑出狱。 可是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背着暗底,没有学历。 我已经被毁了。 刺眼的阳光中,徐孟雅一步步走过来, 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带着笑意开口。 萧阳,我一直在等着你。 可是,我却觉得她在说,我不会放过你。 两年前,她用李出勤威胁我,后来灌罪设计我入狱。 如今又以孩子为筹码,将我绑在她的身边, 让我不能对她进行报复。 到底是为什么? 怎么? 你不信,这是你的孩子? 徐孟雅说着,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递给我。 我给她起名叫许诗安、萧阳,和我一起照顾她吧。 怀中的小男孩精致可爱,突然朝着我露出笑容, 稚嫩的小手抓着我的指头。 爸爸,我成了许家的一名保安。 徐孟雅根本没有和我结婚的打算, 也并不打算让安安认我做父亲, 却和我领了证。 他只是将我当作一个傀儡, 一个能够忠心于他, 被他牢牢掌控的工具人。 我是他名义上的丈夫, 私下里的情人。 从福利院分别后, 他从来没有找过我, 如今却将另一个男人带回了许家, 让许氏父母收养作为他的哥哥, 启名许昌杰。 许家家业现在已经大部分交给了许昌杰, 许孟雅挂了一个闲职, 却忙得从来见不到人。 他对安安并不是很伤心。 我曾对他说, 想要出去找个别的工作, 许孟雅嘲讽地盯着我, 懒懒地开口。 你没学历, 还坐过牢, 出去能干什么? 他忽然诱住了嘴, 娇笑着扑到我的怀里。 我开玩笑的, 萧阳, 我舍不得你出去受苦, 你陪着我, 照顾好安安就好了。 他的身上有淡淡的烟草的味道, 但是他从来不吸烟。 他亲吻着我, 我疲倦地回答, 我有些累, 我想去看看安安。 啪, 给脸不要脸, 滚。 许孟雅劈散着头发, 给了我一巴掌后, 不懈地看着我。 我来到隔壁, 看着憨然入睡的安安。 他的小手上有一道疤。 是许孟雅让我下楼取东西时, 却不管安安安, 让他用手抓了玻璃碎片, 缝了五针。 许孟雅不是一个好母亲, 我能感觉到他不爱安安。 只是, 不爱孩子, 不爱我, 当初费尽心思算计我, 还生下孩子, 是为了什么? 我一直在寻找真相。 呜, 好疼呀, 我冲上楼, 抱起摔倒在地的安安。 他饿了想喝奶, 却走不稳, 被婴儿车带倒, 磕破了膝盖。 安安哭得撕心裂肺, 许孟雅却在更衣室里化妆, 突然不耐烦地出来抱怨, 哭哭哭, 成天哭。 保姆呢? 我压抑住木火问他, 我让他出去, 给我买东西去了。 你先照顾照顾他, 他漫不经心地又离开了。 安安, 不痛, 叔叔给你吹吹。 伤口不深, 可以自己处理, 可是疼痛却会持续很长时间。 安安乖巧地靠在我怀里, 安安不痛。 许孟雅没有告诉安安安我是他的爸爸, 可是小孩子太过敏锐聪慧, 他有次突然问我, 你是不是我爸爸啊? 我摸着安安安的头, 轻声道, 不是。 徐孟雅如果听到安安叫我爸爸, 他又不知道会对安安做出什么事来。 他不爱安安, 可是安安却眷恋他的母亲。 所以, 我不能带安安走, 只能在这里守护着安安。 安安乖, 救救抱抱。 许昌杰故意让我在烈日下站岗, 自己坐在那里无聊的钉梢时, 突然呼唤正乖乖坐着的安安。 他抱起安安, 姿势有些别扭, 安安不舒服地挣扎, 被他掐了一把胳膊, 还不断拧着他幼嫩的大腿。 救救, 痛。 安安已经快哭了, 却只能小声地抱怨。 我冲上去, 一脚把他踢倒在地。 许昌杰终日沉迷酒色, 根本打不过我。 我看了眼安安发青的胳膊和大腿, 转身在他脸上, 狠狠揍了几拳后, 踩着他。 萧阳, 你敢打我? 你完了? 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他像个乌龟一样趴在地上, 反抗不了, 只能放嘴炮, 我有些鄙夷地揪起他的头, 开口道。 安安说疼, 你没听见吗? 以后离安安远点, 许梦雅从楼梯上下来, 看见我动手, 连原因都没说, 就冲过来给了我几个耳光。 你在干什么? 放开他。 梦雅, 这小子反了天了, 看我今天弄不死他。 许昌杰没了我的压制, 立马从地上爬起来, 阴狠地盯着我。 他欺负安安。 他是安安的舅舅, 再说, 也是许家以后的当家人, 你有什么自得打他? 许梦雅不听我的解释, 也不担心安安的伤势, 我扯开嘴角, 露出了冷笑。 我他妈踹死你, 敢打我? 许昌杰狠狠踢踹, 我想要回首时, 许梦雅淡淡地开口, 你还想见到安安吗? 我放弃反抗, 握紧拳头蜷缩在地上, 任许昌杰暴打, 鼻腔嘴角流出咸心的血液。 妈妈, 别打叔叔了, 别打叔叔了, 我以后不哭了, 我不惹舅舅生气了, 妈妈, 安安被吓得痛哭, 她心疼地看着我, 哀求着许梦雅。 但是, 许梦雅就站在那里, 无动于衷。 我突然俯身吐出一口血, 应该是未被踢伤了。 许昌杰用脚粘踩着我的脸, 语气森然, 肖阳, 我警告你, 别再不自量力。 看在梦雅的面子上, 我这次就放过你, 再有下次, 我让你知道, 惹怒我的后果。 许梦雅强硬地拉走了哭泣的安安, 与许昌杰姿势亲密, 离开了这里。 我坐起身来, 指甲深深地掐进掌心里。 许梦雅自从成为许家养女之后, 正是踏入了上流社会, 经常参加一些商业晚宴, 或者是私人生日宴会。 只是, 我知道她脑袋空空, 挂了许氏贤职, 却从来也没有在职位上, 做出任何成绩。 在她拒绝我出去工作, 离开许家, 我只能从网上报了, 某名校的商学院课程, 抚修金融。 我必须确保, 将来我能带走安安, 并顺利养育她。 我逐渐能看懂一些公司里的财务报表, 和会议决策内容。 虽然许梦雅防备着, 我窥见机密内容, 可是她偶尔会泛滥, 让我帮她处理一些公司的琐碎事情。 喂, 过来接我。 快点。 她在电话里醉醺醺醺地说, 旁边还有陌生男人的声音。 我念念眉心, 合上笔记本, 私生活混乱, 夜不归宿是常有的事。 我经常半夜去各种地方接她。 她说过, 我只是一个情人, 没有管她的资格。 包厢里烟雾缭绕, 许梦雅亲密地和一个男人靠坐在一起。 他们正在玩纸牌传递的游戏, 只不过是用嘴传递。 我进来的一瞬间, 轮到许梦雅, 和她旁边的男人传纸牌。 两人接触的一瞬间, 纸牌掉落, 男人顺势按住许梦雅的头, 交换了一个火辣的热闻。 周围人纷纷起哄时, 我出声, 梦雅, 该回家了。 顿时,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谁啊? 不会是你老公吗? 还管起你来了? 长得挺帅, 介绍给我。 许梦雅脸色驼红, 轻轻喘着气, 媚眼如丝地瞪了旁边的男人一眼, 慵懒地开口。 我家保安, 谁要? 免费送。 我忍受住羞辱, 再次开口, 该回家了。 她突然变了脸色, 将一杯酒泼在我脸上。 轮得着你来管我。 她旁边的男人突然瞪大了眼睛。 萧阳? 你是当年就读警校的萧阳吧? 我眯了眯眼睛, 认出此人是当年警校里的同学, 叫蒋成。 成日里不学无数, 成绩倒数, 但是家中富裕, 是个公子哥。 于是, 他接下来嘲讽又夸张地将我侵犯别人。 犯罪后坐牢被开除, 从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变成老改犯的经历, 当成谈资, 侃侃而谈。 而始作俑者, 许孟雅则坐在那里, 任凭我被奚落侮辱。 他当年作为受害人, 所有信息被保密。 而我则被公开处刑, 犯罪记录将跟随我的一生。 蒋成突然丢出一打钱, 邪笑着开口, 萧阳, 玩个游戏, 之后钱都给你。 我先走了, 你打算离开的时候, 我再接你。 我转身拉门的瞬间, 今天走了, 以后就不用回许家了。 许孟雅轻飘飘地开口, 我转过身, 站在这些人面前, 声音沉下来, 怎么玩? 蒋成, 我们几个玩国王游戏, 决定谁是国王, 你的是国王的奴隶。 完成国王的指示, 你和国王赢, 玩不成, 国王和你输, 接受惩罚。 桌子上推着一堆筹码, 第一次抽到国王牌的, 是一个卷发女生。 哇, 抽到了。 奴隶, 我要你干了这杯酒。 她的要求不算过分, 我仰头一饮而尽。 哈哈, 我赢了。 第二次则是一个妩媚的盘发女生。 嗯, 二十个俯卧撑吧。 她撑着下巴开口。 不过, 我要坐在你身上, 负重俯卧撑。 她的体重很轻, 而且我, 经常锻炼, 对我来说很简单。 哇, 奴隶, 你肌肉好棒。 盘发女生用手指点着我的胳膊。 泽泽, 和大小姐不会看上这个榜案了吧。 不知道孟雅愿不愿意割爱。 两人拿我开玩笑的时候, 突然另一个女孩也坐了上来。 哇, 她连呼吸都没变爱, 好厉害。 结束之后, 两人终于磨磨蹭蹭地站起来。 第三次抽到国王的, 是蒋成。 我和她有过节, 学校里发生的事, 无非是她追的女生喜欢我, 搏击课上对我使唤。 最后, 被我合理利用规则打得一个星期下不了床。 蒋成牙字必报, 心眼极小。 我要你接下来的十分钟内, 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还手。 其他人脸色有些变化, 这无非是个游戏, 可是蒋成的要求有些过分。 卷发女孩不赞同地开口阻拦, 徐梦雅却全程没有任何动作。 蒋成得意地开口, 萧扬, 跪下来。 我可以选择不听国王的话, 无非是输而已。 蒋成直接扔了张银行卡, 里面有二十万, 够吗? 我没有动作。 她有些气急败坏, 这代表她要输了, 而且她还没有达成目的。 徐梦雅将酒杯放下, 看着我的眼睛, 她在威胁我答应。 我拿起银行卡, 代表接受她的指示。 指示仍然没有下跪, 不还手的要求不包括听话。 蒋成也反应过来, 阴狠地站起身来, 给了我一拳。 接下来, 就是长达十分钟的殴打。 我蜷缩身体, 抱着头护住要害, 等待着时间结束。 蒋成, 你别太过分了, 闹出人命怎么办? 你快住手吧。 干嘛下手这么狠? 有女生开口劝她, 她反而更来劲, 她就是在蓄意报复我。 徐梦雅一言不发, 沉默不语。 最后三秒, 我在心里默数。 数到一的时候, 我翻身而起, 在她心口踹了一脚, 折断银行卡丢在她的脸上。 萧阳, 你敢还手? 她不可置信地问道。 时间到了哦, 她当然可以还手了。 旁边女生看见她狼狈的样子, 笑出了声。 第四次抽到国王的, 是许梦雅。 我要你跟别的女人上床。 许梦雅语出惊人, 她接着开口。 姐妹们, 谁想要她? 我保证, 她绝对干净没变。 她这是把我当成夜店里的男士, 轻慢侮辱。 随意送人。 我擦了擦嘴角的血,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转身离开。 天呐, 梦雅你真敢说啊? 不过她走了, 你说咯。 旁边的女生还开着玩笑。 徐梦雅已经起身追了出来, 不是要听我的指令吗? 怎么? 还是一个不够? 刚才那些人都对你很感兴趣啊。 萧阳, 你给我站住。 我失望地看着她, 喉口一阵心田, 心里却寒凉一片。 闹够了吗? 我咽下嘴里的鲜血平静地说。 她现在是在吃醋, 可是让我玩游戏的是她, 明明不爱我现在却又吃醋撒泼的, 也是她。 她甩了我一耳光, 我的嘴唇再次裂开。 不够, 不够。 她泪流满面, 我却没有丝毫感觉, 只觉得疲惫不堪。 徐梦雅不爱别人, 却要求别人爱她, 她真是一如既往的自私任性。 只是, 我的心里早就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纠缠四年, 她流连在不同男人的身边, 巧笑倩兮, 却又不让我离开, 永安安禁锢着我。 她曾说过, 无论何时, 她希望回家看到的是我, 最后待在她身边的, 也是我。 我冷漠地将她的拥抱推开。 我明白, 这不是爱, 是占有欲。 安安虽然才四岁, 却早会聪颖。 她能感觉到, 我对她的亲密, 心里也对我的身份有所猜测。 可是她也同样能感觉到, 徐梦雅对她的冷淡, 和对我的遮掩。 我在送她去幼儿园时, 她突然勾着我的小拇指, 奶生奶气地说道, 安安喜欢你。 我摸着她毛茸茸的头顶, 郑重地回应, 我也喜欢安安, 永远不变。 这成了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我竭尽全力, 尽到做爸爸的责任, 并且已经不对徐梦雅抱有期待。 但是, 我下定决心, 我一定会带走安安。 我要让她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 今日徐梦雅难得回家横走, 这是和她平日里凌晨才见到人影的情况对比。 我此时正收起童话故事书, 看着陷入沉睡的安安可爱的睡颜。 她的小手攥着我, 上面的伤疤还有痕迹。 徐梦雅走进安安的房间, 高跟鞋尖利刺耳。 她用冰凉的手抚摸着安安的脸颊, 尖锐的长指甲, 分外显眼。 她一点也不在乎, 吵醒安安。 萧阳, 我们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骑士。 公主永远美丽, 而骑士则永远保护她, 为她献上忠诚和爱。 温热的呼吸撒在耳朵, 她故意撩拨着我。 我单膝跪下, 摸上她的脚。 徐梦雅娇哼一声, 轻抬脚的瞬间, 我将高跟鞋脱下, 拎在手里。 意思很明显, 不要吵得安安。 她脸色有一瞬间的难看, 往我心口踹了一脚。 我承受下来, 并带着她离开安安的房间。 萧阳, 你会是我一辈子的骑士吗? 她执着地问。 不会。 我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 她的眼眶中, 积聚起泪水, 表情委屈, 仿佛在控诉我, 辜负了她。 我已经无力在吐槽她的作戏能力, 也不愿意当她的观众。 我不爱她了, 并且现在心中没有任何感觉。 她果然脸色在变, 尖锐的指甲在我脖子上狠狠抓了一把。 萧阳, 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现在吃我的, 用我的, 我还给你生儿的儿子。 你现在把这副脸色给谁看? 确保门的隔音很好, 不会吵到安安后。 我平淡地回答, 许梦雅, 是你用安安威胁我留下。 我已经一刻都不想待在你的身边。 至于吃你的, 用你的, 除了保安的工资外, 我没有拿过你, 和许家的一分钱。 而且, 我的工资全部用于抚养安安身上。 你呢? 你为她做了什么? 她歇斯底里, 我就算什么都不做, 她依然是我儿子。 倒是你, 但凡你有一丁点想要离开我的念头, 我不会放过你。 和安安。 安安只是一个, 她用来撤肘我的筹码, 即使早已明白, 可是她如此堂而皇之地说出来, 语气中全然不带一丝母爱, 还是让人心里发寒。 她突然又虚伪地落泪, 萧阳, 我身边只有你了。 你忘了你说, 把我当成最疼爱的妹妹吗? 可是我知道, 你心里一直喜欢着我, 不是吗? 我也喜欢你。 我们一起在福利院里长大, 是患难与共的青梅竹马。 唯独你, 不能离开我。 真是可笑, 被抛弃, 被欺骗, 被污蔑陷害的青梅竹马吗? 我为她的厚颜无耻, 感到心惊。 所以, 你要听我的话, 帮我一个忙。 她突然勾起一抹笑, 带着势在必得。 我们与睡梦中的安安一门之隔, 她知道我的软肋。 此时, 我似乎别无选择。 什么忙? 她温柔地靠在我的怀里, 吐露了她的要求。 现在是凌晨一点, 只有孤单的灯影和沉默的司机作伴。 我撕碎手中的童话书, 扔进了垃圾桶。 童话故事里, 公主最后会和王子在一起。 而其是终将举起复仇的箭矢。 徐梦雅的要求是, 帮她拿到陈雪儿的把柄。 陈雪儿是上次国王游戏中的卷发女生, 是家居巨头陈氏的千金, 家世显赫远胜许家, 两人平日里以闺蜜相称。 她似乎对我表达出了极大的兴趣, 不过我知道, 这些千金小姐的兴趣, 对我来说可能是或非福。 两人将我当作夜店里的压抑般品头论足, 甚至几句话就决定了我的去留。 手中是徐梦雅塞掉我的房卡, 握着她的手, 轻轻暴露, 几乎折断这张脆弱的卡片。 徐梦雅在羞辱利用我上, 从不手软, 我的身体燥热, 血流从头顶和脚底全都汇聚到腹部。 我能听见太阳穴血管的跳动, 急需发泄的想法疯狂地占据着我的脑海, 似乎要淹没我的理智。 后视镜里照出我大汗淋漓的脸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 快点! 我咬着牙催促丝鸡, 她鄙夷地和我对视了一眼。 徐梦雅让我变成了一头发情的野兽。 我能想象到自己此刻丑陋的模样。 临走前, 她递给我一粒药, 帮你助兴的。 我甘咽进去, 她却由不放心地命令我张开嘴巴, 她要检查我有没有吞下去。 我听从她的命令吞掉了药, 她却又莫名变色不快, 记得回来, 千万不要乐不思蜀。 想象我, 看见我漠然的眸子, 她改口, 想想安安。 我知道她给我吃的是什么, 无非是类似强效西蒂娜菲的药, 足以让人变成被情绪支配的野兽。 她想要我做曾经她用来污蔑我的事, 强迫陈雪儿, 并拍下视频作为证据, 以此来要挟陈雪儿。 我迫不及待地冲进电梯, 颤抖着手指按了楼层, 不锈钢镜面倒映出我的狼狈模样, 整个空间回荡着我的喘气声, 灼热而滚烫。 许梦雅最后一句话, 满含恶意, 这个要效果强烈, 不及时发泄, 会废了的。 她的意思是, 我只有一个选择。 刷了房卡, 门开启的瞬间, 我猛然扑了进去, 一声惊呼, 陈雪儿细血地开口。 你竟然真的来了, 保安哪里都能当, 你不如来我家, 给你开比许梦雅那里高三倍的工资。 我眼珠赤红, 感觉全身都要爆炸, 几乎看不清双臂间的陈雪儿的面容。 你这是怎么了? 好吓人。 陈雪儿语气变了, 迟疑地开口, 她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转身想要离开。 我用力拉回她, 用手掌捂着她的嘴巴。 萧阳! 你清醒点, 感动我。 你死定了, 她的声音变弱, 被我的手掌阻挡住, 温热的呼吸伴随着一片水润。 陈雪儿哭了, 一个发狂的成年男人的却令人害怕。 我举起拳头, 狠狠地砸在墙上, 一拳又一拳, 指关节处皮开肉绽, 几个血印浮现在雪白的墙壁上。 别, 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 疼痛让我保持清醒, 我断断续续地开口。 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强迫陈雪儿的打算。 她害怕地闭着眼, 颤抖着身体。 此时听完我的话, 终于勉强睁开。 怎么回事啊? 发病了? 我挡着门的方向, 她只能躲在窗户那里, 离我远远的。 手中已经拨了紧急电话, 通知自己的保镖。 我迟缓地摇摇头, 脑中血管快要炸裂, 鼻子一热。 陈雪儿惊呼, 你喷鼻血了? 好夸张。 仿佛是找到发泄口, 鲜血喷涌出, 亮大道令人心惊。 可是燥热和痛苦, 依然折磨着我。 我转头看了眼陈雪儿, 她眼神警惕。 我跌跌撞撞冲到床边, 她下凳子缩在一旁。 我的目标不是她, 而是那个小型酒柜, 将里面所有的冰块倒在浴缸里。 我拧开冷水, 就这样跨进了冰凉刺骨的水中。 小姐。 保镖在门外攻声喊道。 有了人壮胆, 陈雪儿终于不再害怕, 此时还有闲情意志走进浴室观看我的惨样。 她就算再迟钝, 也看出了问题。 豪门里乃会有真正的傻白甜。 你故意吃了药? 想干嘛? 她居高临下地问道。 这是有备而来啊? 你知道后果吗? 她的语气森然, 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场算计。 并且猜到了我想干什么。 她吩咐了门外的保镖带些东西过来。 一时朦朦间, 我知道她要报复我。 是那种药吧? 想强来。 药效挥发不出来, 会吠还是会死? 她故意问道。 浴缸被她受益倒入大量冰块, 加上花洒里的冷水, 现在温度低到令人牙齿打颤。 陈雪儿好整以暇地看戏, 在我几乎被弄丢半条命时, 她终于好心叫来了私人医生。 说吧, 这么回事。 陈雪儿淡淡地开口, 保镖站立在她的两侧。 如果我的答案让她不满意, 她就会让我走不出这个门。 我可以和你合作。 我呼了一口气, 接着说, 对付许家。 我将许孟雅的计划和盘托出, 她将我作为达成目的的工具, 我却要反将她一军。 豪门商业间相互瓦解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所以, 许孟雅才要拿到陈雪儿的把柄。 如今东窗事发, 许孟雅的计划败露, 陈雪儿不会放过她。 而我和陈雪儿有共同的目标, 我没有她那样强大的势力, 可是却是离许孟雅最近的人。 肖阳, 你还真是狠心啊。 许孟雅把你当枕边人, 你却早就有这种心思。 她嘲讽地开口, 我不想辩解, 我和她的情分早已消磨殆尽, 我只希望带走安安。 陈雪儿摆了摆手, 表示也没空听我编理由, 但是, 她当然要对许孟雅报复回去。 我们成了短暂的合作者, 虽然未必彼此信任。 回到许家, 我向许孟雅解释, 陈雪儿防备心太重, 没有成功。 我将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承认自己鬼迷心窍, 所以被陈雪儿狠狠揍了一顿。 这是我和陈雪儿商量后的决定。 为了增加可信度, 我必须受伤。 听完我的解释, 许孟雅面无表情, 冷淡地, 奔了一声。 她和陈雪儿两人表面还维持着友善的虚伪关系, 内心却都各怀鬼胎。 上次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没有牵连到她, 似乎取得了她的信任。 她开始让我去为她办更多的事情, 因为在她眼里, 我是一个无比趁手的工具, 更准确地说, 是一条无比听话的狗。 而这也成了我的机会。 只是没想到, 在她深爱的男人回国的当天, 她突然对我痛下杀手。 就在这一天, 我正打算去接放学的安安。 许孟雅将离婚协议书扔给我, 告诉我要和别人结婚了, 让我滚出她的家。 我提出带走孩子的想法时, 她说, 我没资格带走安安, 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给不了安安优渥的生活。 她脸色冰冷, 又有些不耐烦地嘱咐我, 永远离开这里, 不要再出现, 也别说不该说的话, 将所有的秘密都烂死在心中。 否则, 安安不会好过。 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突然有些恍惚, 我是这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此时, 一辆失控的货车冲我而来, 我瞬间明白许孟雅的打算, 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 她要杀了我。 失去意识的一刻, 我脑海中在担心, 安安怎么办? 她还那么小, 我把她丢给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 第一次为我的优柔寡断后悔。 等到清醒过来, 八卦新闻全是许氏千金和周家公子洗劫连里的消息, 而且, 她竟然被曝出怀了孕。 照片中, 两人如胶似漆, 恩爱无比。 而我全身多处骨折, 脏气受损, 但是侥幸保住了一条命。 医院房门推开, 走进来的竟然是李出情。 我没想到还能见到她, 还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眼眶微红, 却表情冷淡地开口。 你差一点就死了。 我全身都不能动, 只能用眼神对她表示感激。 休养中我得知, 大卡车在撞上我的瞬间, 旁边闯了红灯的小轿车, 突然冲出来, 让货车司机方向偏移, 我才能活下来。 那辆小轿车的出现, 是意外吗? 我心中疑惑。 李出情是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 他几乎是拼尽全力, 挽救我的生命。 我曾在一时朦朦间, 听到他对我说, 萧阳, 不许死。 想杀我的人, 的确是许梦雅。 当拿到李出情给我的调查报告时, 我虽然早有猜测, 却还是无比心寒。 只是因为他的心上人回来, 所以就迫不及待地, 要杀了我吗? 我终于清醒过来, 下定决心。 我要复仇, 我要夺回安安, 我要让害我的人都付出代价。 所以我决定演一场戏, 我伪造了死亡证明, 来迷惑许梦雅。 我是个孤儿, 没有人会来寻找我, 除了许梦雅。 我要造成我已经死亡的假象, 否则我知道, 他现在会不择手段地再次除掉我。 我不能我的计划再次失败。 而我心中确信, 他会亲自来确定, 我到底有没有死。 果然, 他在接到医院中我重伤不治身亡的消息后, 悄悄来了医院的太平间。 我给自己注射了可以造成呼吸暂停的药。 这种药一旦把握不住用量, 就有可能窒息死亡。 我不在乎。 而且我相信李出情。 我听着许梦雅虚伪地哭泣, 他甚至掀开我身上的白布查看。 尽管胸腔和大脑因为缺氧快要爆炸。 可是, 我不能死, 我要复仇。 许梦雅确定我的死亡离开后, 李出情急忙为我注射肾上腺素, 他已经担心地落了泪。 我问他, 你不怕丢工作吗? 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怕。 他的声音坚定。 我握紧李出情的手, 我亏欠他太多。 为了早日实行计划, 我服下大量阵痛剂, 来阻断疼痛反应。 每日忍着追星的疼痛, 缩短腹间, 尽力缩短康复时间, 终于勉强能下床走路。 我在被迫为许梦雅办事的时候, 收集了很多重要证据。 而且, 在帮许梦雅处理公司事情的时候, 我敏锐地发现了账目有问题, 只是被极其高超的手段掩盖。 所幸, 我的脑子不太笨。 我曾自学的会计和金融知识, 此时派上了用场。 我顺藤摸瓜, 发现了问题。 原来许昌杰有赌博的恶习, 挪用了大量公司资金去还赌债, 还让人做假账掩饰亏空。 估计许氏夫妇还被蒙在鼓里。 而且他贪婪又无知, 为了套出更多的钱, 他甚至偷税漏税, 数额巨大。 有了这个把柄, 许昌杰不堪一击。 许氏也会遭受重创。 没有了许家坐后盾, 许昌杰, 许梦雅还凭什么高高在上呢? 至于许梦雅, 当我查到我名下海外账户上的巨额借款, 以及是几家风险极大的公司的法人代表时, 除了占有欲作祟, 让我为他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也是为了以我的名义承担这些巨额欠款和违法犯罪的风险。 然后离婚后, 将其作为我的个人负债。 当我死亡的时候, 债务和风险会在他的处理下一笔勾销。 好狠毒的心迹, 许梦雅隐藏得那么深, 他竟然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一丝真心, 独自消化着这些欺骗和利用。 我在心中下定决心要一一报复回去, 要让他的身边再无可依靠的势力, 当摸清了许家的底细后, 我将目光放在了他所谓的心上人, 那位周家公子的身上。 周家是豪门, 听说周家公子周震是留学归来, 而他出国时间恰好是在四年前。 我仔细搜了新闻, 像他这种豪门公子, 都会有各种人偷偷八卦爆料。 他出国和许梦雅四年前灌罪我后, 陷害我侵犯他的竟然是同一天。 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 所以, 他是刚从周震床上下来, 害怕没有得逞, 或是有其他内幕。 为了保证自己怀上一个孩子, 以此为筹码驾进周家, 所以才故意灌罪我。 明明他有那么多选择, 可是他偏偏选择毁了我。 毁了我的一切后, 陷害我入狱, 让我变成他手心里的傀儡。 安安的出生,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阴谋。 只是他用来做筹码, 用来威胁我的工具。 现在, 他终于怀上了自己和周震的孩子。 按照他狠毒的心性, 对于安安这个流着我血脉的孩子, 会怎么样? 就算他人性尚存, 可是他伪造血缘鉴定被戳穿后, 周家也一定容不下安安。 所以, 不能再等了。 不过我从一些今年老帖子, 有了新发现, 爆料周震是周母出轨的私生子, 根本就不是周家当家人的儿子。 我并没有把这些当义文看, 这个帖子虽然热度不高, 可能也真是因此, 避免了被处理掉的后果。 仔细对比了他们一家人的照片, 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我决定求证。 拿到头发, 血液不容易, 但是烟头上或者吃过的食物上的唾液 也可以进行亲子鉴定。 我暗自顾了几个人, 日夜蹲点周家的人, 终于拿到了可以做检测的东西。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验证了我的猜测。 果然, 周震并不是周家当家人周立行的儿子, 要向许孟雅复仇, 不仅要让他身败名裂, 还要让他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助力。 我约了周立行, 将手中的亲子检测报告递给他看, 这位沧桑的老者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曾经也调查过, 但是被他现在的妻子一直蓄意阻拦, 私下调换报告, 始终隐瞒着真相。 他就以为周震是他的儿子。 没想到, 今天被一个年轻人彻底癫痫。 你有什么目的? 像陷害我的人复仇, 此人和周震有关。 但我希望在此期间, 周家不要插手。 周立行看了我许久, 感慨道, 年轻人, 有魄力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肖阳。 周立行很欣赏我。 现在, 他与周震没关系, 所以, 我也乐于和他交谈。 无意间谈起我的身世, 虽然是被丢弃的孤儿, 我却并不因此而自卑, 坦然相告。 他却眉头时而紧锁, 还追问了许多我知道的细节, 和那家福利院的具体地址。 最后, 他掀开我的袖子, 仔细看着我手臂上, 一块椭圆形的胎记。 交谈完毕告别时, 我向他请求, 希望他能先不要揭穿真相, 我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 彻底摧毁我的仇人。 他点头硬下, 没想到几日后, 却突然主动联系我。 我先是疑惑, 联想了他种种举动后, 我心中有了一个荒唐的猜测。 再次相见, 周立行表情有些激动, 我平静地看着他, 直到他把另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放在我面前。 他解释自己 与第一任妻子有过一个孩子, 却在刚出生不久后丢了, 一直没找到。 而我就是走丢的那个孩子。 看完报告, 一阵沉默后, 我冷淡地问他, 那我的妈妈呢? 周立行面色惭愧, 不敢看我。 他当年出轨, 加上孩子丢了, 双重打击导致他不久郁郁而终。 小杨, 我可以这样叫你吧? 爸爸错了, 爸爸愿意弥补你, 你原谅我吧。 他突然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 爸爸和妈妈找了你好多年, 你妈妈走了以后, 我还一直找, 却没有找到。 他有些哽咽, 直到你赵阿姨说, 可能你早就不在了, 我才无奈地停止。 没想到, 能在这里相遇。 是你妈妈在天上保佑啊。 听完他的讲述, 我却问他, 你有没有怀疑过, 我不是意外丢的, 而是被人故意弄丢的。 十七, 他医症, 谁会做这种事? 看着我冷静的神情, 他喃喃道, 你赵阿姨他不会, 他的辩解声音渐渐滴下去, 因为他也不能肯定地证明他的无辜。 我摇摇头, 他不是我的赵阿姨, 他是你出轨的对象, 是小三, 是害死我妈妈的间接凶手之一, 甚至可能是故意弄丢我的人。 如果你想补偿我, 那就配合我的计划, 我会让一切都水落石出。 我没有叫他爸, 我看起来平静, 但是心中也翻江倒海, 我竟然是周家的儿子。 如果我的丢失, 是这个赵阿姨赵婷故意为之, 那么我不得不怀疑, 期间还隐藏着别的秘密。 我母亲的死真的是因为育育而终吗? 我会亲自调查清楚, 如果真是这个赵婷害死我妈妈。 那么他, 包括他的儿子周震, 也不无辜, 我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周立行自从知道了我的身份, 他开始暗中调查我的过去。 当看到我遭受过的一切时, 他愧疚不已。 埋怨是自己没用, 没有早日找到, 我才让我吃了这么多苦。 我奋出心神来安慰他, 并随意问起, 他对于我因侵犯别人坐牢, 有什么看法? 周立行沉默许久, 虽然和你相处时间不多, 可是你和你母亲的性格太像了。 坚强聪慧, 正直有原则。 虽然我不相信, 你会做出这种事。 可是,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相信你会悔过。 未来还长, 我心中终于泛起一次波澜, 他设想不相信我。 我将许梦雅陷害我的真相说出来, 他怒不可遏, 想要立马亲自惩治他。 我告诉他, 现在还不到时机, 我会在恰当的时间 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让他们再也翻不了身。 最后, 嘱咐他多关照安安, 他的亲孙子。 周立行给我提供所需的一切帮助, 执行计划和调查真相 都变得方便许多。 我开始着手调查 当年我丢失和母亲死亡的真相。 费尽心力, 我从福利院入手, 一步步抽丝剥茧, 终于辗转查到 赵婷当年将我卖掉的那个人。 当年赵婷的孩子和我 前后脚出生。 他一直用儿子要挟周立行, 想要得到名分, 正大光明的入主周家。 周立行一直不同意, 所以他把主意打在了 刚出生不久的我的身上。 他买通月嫂, 躲开周家人, 故意将我带到人潮汹涌的街道上, 然后故人将我偷走。 原本他是想要我的命, 只是那个人贩子为了多挣一笔钱将我卖给了别人。 后来那户人家无力抚养, 我又几经周折来到了福利院。 这就是我丢失的真相。 至于母亲的死亡也另有隐情。 我找到了服侍过母亲的保姆。 他这些年一直藏在乡下。 当年赵婷贿赂他, 让他往母亲的药里放了一种食物。 这种食物本身无毒, 却会和药里的某种物质 发生化学反应, 转变成慢性毒药。 他害死了我母亲, 如愿以偿当上了周太太, 让自己的儿子成了周家少爷。 至此, 真相大白。 这一切都是赵婷做的。 周立行情绪有些激动, 颓然地搭拉下肩膀, 整个人瞬间苍老了许多。 我心中悲痛, 却还是先安慰他。 两天后, 就是许孟雅的生日宴会, 我将在那天终结一切。 看着周立行突然沧桑许多的脸, 我终于叫了声, 爸。 十八, 周家人脉广, 许孟雅如今作为周家的媳妇, 生日宴自然大型操办, 宴请了各界人士。 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今天真的是个复仇的好日子。 在宴会进行到最重要节点的时候, 安保推开大门, 我带着穿着晚礼服的李出勤走进来。 一瞬间, 所有人都好奇地纷纷看向我们, 台上的许孟雅突然面色苍白, 犹如见鬼一般。 安安子局促不安地坐在角落里, 看见我以后高兴起来。 我朝他微笑, 李出勤过去带他离开, 有些事, 不方便让小孩子看到。 我再走到接近高台的距离停止, 转过头看着众人朗声道, 许氏许昌杰欠下巨额赌债, 挪用公司资金, 偷税漏税, 数额巨大, 许氏已经成了空壳, 而且公司内人员已经报警。 许多人脸色骤变, 这里有许多人和许氏有着密切合作。 许昌杰先是愤怒, 然后面如土色, 不敢看他爸妈的表情, 他不敢看周围人的神情, 却突然向我冲过来。 肖阳, 竟然没弄死你, 还敢来这里造谣, 老子打死你。 他气势汹汹, 还以为我曾是那个 听从许孟雅话不许还手的人。 在他出拳的瞬间, 我反身一脚踹上了他的脸, 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 他瞬间飞出了鸡米远, 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 肖阳, 你敢, 还手, 我不会, 放过你。 他下半张脸肿成了个猪头, 鼻血飞溅, 张嘴地瞬间吐出几颗碎牙, 口齿不清地放大话。 我杀了你, 他亮腔地站起来, 握着桌子上的餐刀, 怨毒地冲过来, 方向直着我的心口。 周围人开始惊呼, 然而不过几秒, 他又如死狗一般飞出去, 躺在地上半死不活地如动着, 依然在叫嚣。 敢打我, 你完了。 许家父母震惊地捂着嘴, 几乎吓晕过去, 其他人有的在看戏, 有的漠不关心。 许昌杰对我动手的瞬间, 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 我看了眼被划破的手臂, 满不在乎地隐藏起来。 此时转过头, 看着台上衣冠楚楚, 光鲜亮丽的两人。 台上原本放着 许孟雅和周震的幸福照片, 此时变成了各种 PPT证据和照片。 安保人员呢, 快把他赶出去。 许孟雅崩溃地大喊, 安保早就被周立行提前打过招呼, 现在谁敢拦我。 我看着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 一字一顿, 许孟雅。 你借高利贷, 转移资金, 甚至买凶杀人, 以及四年前你, 污蔑我侵犯你。 还做伪证的证据都在这里, 你已经彻底完了。 我将一叠资料, 抛洒向空中, 有些好奇的人捡起来观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因为我同时, 将这些资料, 发给了很多媒体头条和警方。 现在应该已经出新闻了, 警方也会马上赶到。 萧阳,你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还活着? 你,你要毁了我吗? 徐孟雅向我扑过来, 却跌倒在地上。 她狼狈地向我爬过来, 哭着说, 萧阳,别再说了, 别说了。 我没有理她, 目光转向台上的周震, 这个代替我当了二十多年少爷的男人, 一回来就把我妻子儿子都抢走的人。 我冷漠地开口, 周震,安安不是你的孩子, 他是我的儿子。 而且, 你也不是周家的人。 你妈妈照听, 是个被人唾弃的小三。 他耍手段, 插足了我父母的婚姻, 还是害死我母亲的杀人凶手。 而且, 他和别人苟且生下了你, 你就是个冒牌货。 这些话一出, 宴会中顿时炸开了锅。 如此劲爆的消息, 让很多人都不淡定了。 周震表情呆滞, 他的母亲赵婷, 化作一个泼妇想要冲下来动手, 被周立行一把推倒在地。 他嚎啕大哭。 冤枉啊, 周立行, 我为你当牛做马几十年。 你就这样, 让人侮辱我。 看着嘴硬又死不悔改的赵婷, 周立行将所有的证据狠狠砸在他的脸上。 闭嘴, 你个贱人, 你干的所有好事都在这里, 还恬不知耻地反驳。 赵婷拿起地上的文件, 突然疯疯癫癫地又哭又笑。 周震此时再也没有了意气风发, 颓然地坐在地上。 他没有管自己的亲妈, 反而向着周立行看了好几眼。 可惜, 周立行并没有回应他。 我调查到, 他在国外留学时染上了毒瘾。 现在没了周家, 他已经废了。 从天之骄子一朝坠落到泥沼中, 他脸色复杂地看着我。 所以, 你是周家真正的儿子。 现在满意了吗? 他的嗓音带着不甘和愤懒。 他觉得, 是我抢走了他的一切。 无论我是不是周家人, 这一切本来也不属于你。 现在不过是把这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去。 周震喃喃自语, 不是的, 要是没有你, 没有人会发现, 我还是周家少爷, 都是你。 他站在云端太久, 忘了假的, 永远是假的, 永远也变不成真的。 况且, 若是真要计较, 他代替我享受了二十几年的荣华富贵。 甚至因为周家少爷的身份, 间接让许梦雅心声贪念, 将我拽入地狱。 我又该和谁鸣不平。 他突然站起来, 正正地走到许梦雅的身边, 正当他满怀希望地抬起头时, 周震狠狠地踹向他的肚子。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连孩子都不是我的, 都是因为你个贱人, 你客我。 他不管不顾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许梦雅声音淒厉。 周震, 我现在肚子里的, 真的是你的孩子。 我发誓, 啊, 放过我吧。 可他的哀求, 换不来怜悯。 信任已经崩塌, 周震无法再相信他。 求饶不管用, 许梦雅开始怒骂。 周震, 你不过是个假少爷, 穷小子, 算我瞎了眼, 把榆木当珍珠。 你现在一无所有, 有什么资格打我。 你杀死了你的儿子, 你会下地狱的, 我会报警, 你杀人了。 你等着坐牢吧。 周震已经失去理智, 此时被激怒, 更是下手没有轻重。 徐梦雅痛哭流涕地转过身, 开始哀求我。 肖阳, 救救我, 救救我, 他的晚礼服已经被下身的血尽尸。 保安上来控制住癫狂的周震, 徐梦雅捂着肚子, 跌跌撞撞地站起来。 突然将高脚被碎片, 捅进周震的腹部, 让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反应。 凭你也有自得打我。 活该。 宴会彻底乱成一锅粥, 此时门外警车鸣笛, 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肖阳, 你放过我, 你放过我。 徐梦雅突然跪倒在地, 抓着我的裤脚, 哭得丑陋无比, 不断哀求着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们是夫妻, 我是安安的妈妈。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扶开她的手, 声音没有波澜, 你不配做安安的妈妈。 徐梦雅去炎复事, 为嫁进周家费尽心思。 不知道她如今是后悔没有早点发现, 我是周家的人, 还是因为做的坏事被揭发。 警方带走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不甘, 痛哭, 愤怒, 甚至咒骂我。 可是那又如何, 这是他们该受的惩罚。 恋慧平静后, 周立行在众人面前郑重介绍了我, 并且当众承认我是周家唯一的继承人。 我神态自若地和众人问好, 和刚才送了一堆人进监狱的灵力, 果断判若两人。 不过, 我雷厉风行的手段和魄力, 也让我的第一次亮相, 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将李初晴和安安带到台上, 当众向李初晴求了婚。 安安虽然是小孩子, 但是他知道谁是真心对他好。 此时我看见了人群中的陈雪儿, 他向我遥遥举起香槟, 祝我得偿所愿。 我回敬他。 我被大货车撞上来的瞬间, 那辆及时出现的小轿车是陈雪儿派来的人。 不论是监视, 还是保护, 总之, 他间接救了我一命。 而且, 在扳倒许家的过程中, 我们合作愉快, 他现在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商场无情, 许家崩塌一刹那之间, 立刻就被陈家接手了所有的资源。 当我代表周家和陈雪儿所代表的陈家谈生意的时候, 他眨了眨眼, 带着可惜的口吻说, 看来我的眼光不错, 早就看出你飞驰中午。 只不过, 却也没料到, 你有这么大的来头。 我笑笑不接话, 他自顾自地接下去, 若是当初你来酒店, 我让你得逞了, 是不是, 点到极止。 我却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无论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和他碰杯, 回应道, 我们会是很好的生意伙伴。 我接手了周家的产业, 并发展的蒸蒸日上, 得到了周立行包括周家所有人的认可。 许家覆灭, 许氏二老吉时和许孟雅和许昌杰解除了收养关系, 远赴国外。 他们识人不清, 竟然让一对养子养女将许家害到这种地步。 可惜, 现在后悔也晚了, 不知他们是否会回忆起当年捡起钱包归还的那个小男孩。 许昌杰性格跋扈, 在狱中也不收敛, 那里的人自然会叫他做事。 周震从云端坠落, 又染了毒瘾, 被送去戒毒所。 他意志薄弱, 瘾发作的时候, 甚至愿意向任何人下跪, 尊严全无, 只求能满足他。 他可能一辈子都离不开那里。 我们阴差阳错, 身份互换, 事实证明, 他没有了周家的光环, 甚至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他的母亲赵婷疯了, 胡言乱语, 总说能看见一个女人。 他日日喊着, 孟秋, 对不起, 对不起, 孟秋是我的母亲。 赵婷精神错乱, 最后活活吓死了自己。 至于许孟雅, 从豪门千金沦为阶下囚, 他却依然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 因为他自认为是安安的生生母亲, 以为我就算再厌恶他, 也会看在安安的面子上原谅他。 他扶行态度良好, 期待着有一天出狱, 和安安团聚, 甚至还做着周太太的美梦。 可是, 孩子是最敏锐的, 他早已失去了安安的心。 我和李初晴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他将安安视如己出, 真心疼爱他。 甚至主动提出, 在安安不能接受的时候, 不会考虑要孩子。 我但笑不语。 其实, 安安心中早有想法。 一个寻常的早晨, 我和李初晴接安安放学, 他突然开心地跑过来, 抱着李初晴的腰, 真心地开口。 妈妈, 明天你来给我开家长会吧。 李初晴眼眶通红, 摸着安安的头顶, 笑着看了我一眼。 妈妈, 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我拉着他们母子的手, 替他回答, 会有的。 到时候, 你要负起当哥哥的责任。 安安声音清脆。 好, 我和安安从来没有去探监, 安安没有从许梦雅那里得到过母爱, 他又怎么能回馈和他同样的爱呢? 我将一个盒子寄给了狱中的许梦雅, 听说他看完之后当场崩溃, 绝望地哭喊。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最后用牙刷捅破了自己的喉咙。 最后的结果如何? 我不知道, 不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 我终于复仇成功, 骑士最后打败了恶龙, 抢回了宝贝, 和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 还有了可爱的宝宝。 我和尚童话书, 看着已经被哄睡着的安安。 李初晴在身后抱着我, 和我享受着此刻的安密。 我曾问过他, 为什么会恰好出现在医院里, 为什么会救我。 当年我被诬陷坐牢时, 故意冷酷地逼他分手。 我不想耽误他。 我问李初晴, 你不恨我吗? 他的眼神柔和, 给了我一个亲吻。 他说, 他真心爱我, 一直在等我。 他成绩优异, 前途光明。 甚至得到了留学的机会。 我入狱的两年中, 他一直替我上诉, 甚至去找许孟雅。 哀求他说出真相, 他从始至终都不相信, 我会做出那种事。 他坚信, 我是无辜的。 只是许孟雅轻易掩盖了他, 为我所做的一切。 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回应, 他以为我真的对他没有感觉了。 在初狱的那天, 他躲在一边, 亲眼看见我选择了许孟雅和孩子。 他以为自己可以放弃了, 可是没想到, 再次相逢, 就是在手术台上。 他是我的主治医生, 我是濒临死亡的病人。 和死神作斗争, 他将我从生死边缘拉回来, 虽然现在回忆起来说得轻松,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他的心脏几乎要停摆, 全凭要挽救我生命的强烈意志, 为我坚持做完手术。 谢谢你, 我爱你。 李初晴总是不厌其烦地抚摸着我心口处, 一到陈年就疤。 他年代久远, 几乎浅到看不见。 当我问他原因时, 他给我讲了一件几乎被我遗忘的事情。 我和他很早就见过。 在13岁的时候, 我在街上救了个小女孩。 记不清面容, 只记得他有一双透亮的大眼睛。 他被一个黑衣男人拉扯着胳膊, 眼里浸满了泪水。 路上的行人都无动于衷, 女孩没有说话, 可是我读懂他眼中的情绪。 救救我。 我的个头不高, 力气也不大, 小孩子身体比不上一个恐武的成年人。 可是我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救他。 在他即将被带上一辆车的瞬间, 我拉着他的手, 不顾一切地奔跑。 虽然我们很谨慎地往小巷子里钻, 可是还是跑不过大人。 被围堵住的那一刻, 现场只剩我一个人。 我把小女孩藏在垃圾堆下面, 独自面对这些坏人。 挣扎间, 一柄匕首刺进了我的胸口。 虽然血流得多, 可是伤口不深, 万幸没有刺中要害。 那些人离开后, 我满不在乎地把小女孩拉出来, 她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 谢谢你。 没关系, 我的梦想可是成为一名警察。 她用小手捂着我的伤口, 声音哽咽。 如果我是一个医生就好了。 和小女孩分别后, 这件事的记忆和疤痕一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浅淡。 我并没有问她的名字, 也并不失望回报。 没想到, 我实现我的梦想, 踏入警校的大门后, 会和曾经的小女孩再次相遇。 虽然我并有认出她来。 她追随着我的脚步, 成了隔壁医学院的学生。 容貌轻利, 被戏称为笑话。 我们第一次说话, 是在地铁上。 我捡到了她的钱包。 很俗套地开始。 然后就是公交上, 一个被发现的小偷, 穷途陌路之下, 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开始挟持人质。 她勇敢地替同学站出来, 成了人质。 虽然眼神里隐藏着害怕。 我悄悄地从身后扑倒歹徒, 夺走了她的匕首。 没想到她又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把弹簧刀, 胡乱地戳刺着。 在即将误伤到那个女孩时, 我用手抓住了刀刃, 给了歹徒一手机。 随着民警的到来, 事情解决。 她不顾我的婉拒, 强硬地送我去医院。 包扎伤口时, 她突然正正地看着我的胸口处, 那里被匕首划出几个口子, 露出了皮肤。 自那之后, 她开始对我展开追求。 她曾经说过, 我可以尽情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而她会穿着白大褂, 永远在我的身后, 做我最安心的后盾。 曾经的小女孩, 后来的笑话, 都是李初晴。 我们各自实现了曾经的梦想, 在这里重逢。 直到许梦雅的出现, 她污蔑我, 毁了我, 但在白口莫辩, 所有人不相信我的时候。 李初晴义无反顾地选择相信我, 在我绝望逼她离开我的时候, 她给了我一巴掌, 说恨我, 却只是恨我轻易地放弃希望, 放弃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剩下的话, 她没有说出口, 却用行动证明。 她相信我, 爱我, 会等我。 我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问她, 如果她当年赌错了, 我真的做了哪些坏事, 会怎么样? 她定定地看着我, 没有如果, 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你, 你绝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 也不会是那种人。 没想到再次见到蒋成, 依然是在那个熟悉的场合。 这里坐的都是些豪门子弟, 我却被簇拥着坐在中间。 我对这种场合兴致缺缺, 其他人有得乐在其中。 蒋成自从我成了周家继承人之后, 躲了很久, 所以当看见我的瞬间, 她脸色煞白。 有眼间的人, 立刻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也存着讨好我的心思, 将想要离开的蒋成拉回来, 带到了人群中。 这不是蒋成蒋少爷吗? 急什么, 刚来就要走, 太不给面子了吧。 他故意奚落蒋成, 将他的过往和现在强烈的对比, 作为谈资, 侃侃而谈。 蒋成紧张得语无伦次, 对不起, 我不小心闯进来的, 我不是故意, 他都不敢看我。 声音唯唯诺诺, 哪里还有往日的威风? 的确, 现在的我几惊是他仰望的存在, 对付他轻而易举, 更何况他曾引以为傲的家世背景, 也被冲击得摇摇欲坠。 商场如战场, 从不需要心慈手软。 这时, 一个公子哥略有些奉承地看着我, 他似乎看出了我和蒋成之间有些过节, 想要以羞辱蒋成来讨好我。 他丢出一打钱, 斜笑着开口, 蒋成, 玩个游戏, 之后钱都给你。 声音落下的瞬间, 蒋成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这一幕多么眼熟。 时空交叠, 人影变幻, 游戏中的角色地位早已颠倒。 他声音颤抖, 玩什么? 那人不怀好意地说, 我们几个玩国王游戏, 决定谁是国王, 你则是国王的奴隶。 完成国王的指示, 你和国王赢, 玩不成, 国王和你输, 接受惩罚。 他面色惨白, 整个人摇摇欲坠, 可是他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 桌子上随意丢着一堆筹码。 提议做游戏的人, 率先抽到了国王牌, Lucky。 努力, 我要你干了这瓶福特加。 这是一瓶烈酒, 全喝了, 说不定会要命, 可是蒋成只能硬着头皮灌下去。 第二个抽到国王牌的人与其恶恋, 我要你接下来的十分钟内, 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还手。 可想而知, 这十分钟是怎样的情景, 击打声和哀嚎声, 此起彼伏。 十分钟后, 第三场游戏中, 我抽到了国王牌。 蒋成面如死灰, 抬起青肿的眼皮, 他的眼神里有浓浓的悔恨。 我还没有开口, 他突然开始自己扇自己巴掌。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自作自受, 我错了, 放过我吧, 求求你放过我吧。 他T4横流, 狼狈地求饶, 打完自己, 开始不住地磕头。 我手一折, 撕碎了那张国王牌, 扔在地上, 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离开了这里。 没有人敢拦我。 至于其他人怎么解读这个举动, 或是蒋成的下场会如何, 与我无关。 手机上此时显示一条讯息, 爸爸, 回家吃饭。 我和妈妈等你。 好。 我看到她 colocaről儿。 好。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感谢观看